车前草什么时间才挖得要效好?使用时要注意这两个禁忌。 做蔬菜食用,车前草幼苗和嫩精科工食用,在幼苗长出后35至40天,猪高15至20厘米,叶色黑绿,叶芽又嫩,还没冲生花精时即可采收。 采收时可连根拔起,也可从根筋处割下,用清水洗净后即可加工食用。 食用方法包括,凉拌用沸水烫、泡酸菜、炒、炖等。 做药用,车前草全草,一般在全草生长茂盛,花类出现,花为开放时或正当花朵盛开始采收,那么这个车前草的话应该叫夏至,生长茂盛,没有开发之前采用,晒前做药用。 车前草什么时间才挖的药效好,使用时要注意这两个禁忌。 做药用车前字,夏秋季从叶葱中抽出几条花精,精上有许多淡绿色小花,花后结果。 车前草抽出几条花,需进行分批多次采收,成熟一批采收一批,碎精子力成深褐色时即可采收。 车前草主资可入药。 车前草主资可入药。